花了二十年的时间,蔡郑志将自己的住所打造成艺术空间。 花上二十年的时间,把所有的创作融入两栋建筑物里。 蔡郑志美术馆是一处让人感到惊喜的空间。 一开始只是个人的兴趣,将房子的每个角落都运用不同的媒材创作。 蔡郑志老师当初并不是为展示,只为了让源源不断的创意有个出口。 我最早的构想只是想美化一下我们这个空间。 然后你去外面写生,你可能会看到很多觉得还漂亮的东西。 然后你觉得我们的墙壁久了,会有旧旧的感觉。 然后于是我们就从第一面墙壁内这样开始慢慢地做。 那做完的时候就觉得,哎,这种感觉还不错。 那既然这一面这么漂亮呢,那在他的邻居面要不要顺便做一下。 那你头脑里面就开始想,那邻居的那一面墙要做些什么东西。 这时候你又开始出去画画了。 刚开始做的时候,当然没有人理我啦。 都会有人觉得我这种有点神经病的感觉啦。 那后来呢,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的理想抱负的时候, 当然最直接沟通的就是我的老婆啦。 他知道我要做什么,那世界上的人他知道就好啦。 别人知道也不是那么重要啦。 我的梦想不是开民宿,我是要成立一个我自己想要的。 我在探讨艺术的本质是什么。 这艺术的本质呢,回归到生活,回归到人性的最基本。 而不是一种比较或炫耀。 那我们在这边呢,所做的还在学习当中。 也许我今天做这样子,明天我又变了。 因为我一直在进步。 就是互相的在进步。 就学习,跟哪里学习呢? 跟自己在学习做金教。 那这边呢,目前来说,有两个空间。 就是,我们一般参观还是以这一间, 蔡震治美术馆为主。 那另外一间呢,是我们的画室,教学, 还有生活的空间。 也许大家有兴趣的话,可以跟我们预约。 那一般整个看,因为我们这边空间有四层楼。 所以,如果要做一个完整的参观导览的话, 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左右。 那欢迎大家,有兴趣可以来参观。 在这里,不只有蔡震治老师的创作痕迹, 还有全家人的回忆。 蔡老师的一对儿女,也进入艺术领域。 可说,父母的熏陶,直接的影响他们。 蔡老师把内心的感动,转化为实际的形象。 但这还不足以表达她内心源源不断的创意。 问到老师怎么不继续挥洒, 她说,家里已经没有墙可以画了。 在童话世界里的糖果屋, 真实的出现在蔡震治美术馆。 法界新闻无用曲,高雄采访报道。